地铁挖得那么深 为何不见有泥土运出来 那些泥土都拿去了 地铁现在是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 俗话说地铁去不了的地方都是远方 那么大家知道地铁是怎么诞生的吗 在19世纪的时候 英国伦敦因为市中心交通堵塞的情况非常严重 有一位名叫查尔斯皮尔逊的律师 从不断地穿梭在老鼠洞里的老鼠 想到可以把火车进在城市的地下 让火车在地下运营 是不是就能解决地面的交通情况了呢 1863年的时候 他这一想法实现了 而世界上第一条地铁就这样诞生了 地铁不仅解决了地面上交通堵塞的情况 也减少了交通事故的发生 某种意义上也保护了环境 因为减少了自家车的能源消耗 以及汽车排放的尾气污染 并且地铁它的输送量非常大 运行时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 行驶的速度也非常快 大大提高了城市的工作效率 世界各个国家城市都开始建造 这一便利的交通工具 要知道 在地下施工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尤其还是在大城市里面 大家有没有疑惑 地铁的建设场地 就是在自己的眼皮子地下 你却看不到它的建造动静 直到某一天 我们的城市宣布 某某某地铁线正式运营 明明地下施工是开天辟地的工程 需要在原本结实的土层上 打出一个空间来建设 那么为什么会这么悄无声息的呢 而我们也很少看到 泥土被运送出来 那么这一大堆泥土去哪儿的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疑惑 其实呀 施工大量的泥土 都被用在巩固隧道上了 大家可以联想一下 我们除地的时候 挖开一块土 是不是上面的土就会散掉 这也是因为我们破坏了 原有的固定结构 而地下施工也是一样的道理 施工的时候 都会对原有的结构造成影响 如果开闭隧道周围的泥土 不够牢固的话 就会产生坍塌的情况 所以为了泥土更加的艰固 发明一种专门用来建设 地铁隧道的工具 顿垢机 顿垢机是一种 可以移动的圆柱形 钢剪挖掘工具 它的圆形机头布满了刀片 当它启动开始工作的时候 圆形的刀片就会挡在 它的前方的泥土系统 撬开 小部分的泥土 因为它的挤压会向两边 也就加固了它周边的墙壁 让周围的墙壁变得更加的紧密结实 也还有一些 因为挖掘产生的泥土 会被用来覆盖整条地铁线 因为几乎所有的地铁线路 都是属于地下浅层的施工 所以建设完好后 将整个地铁线再进行回田 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地下设施的安全 还有多余的泥土 会被投入到附近的城市绿化带建设以来 以及公园工程建设 或者是卖给工地当建筑的建筑材料使用 这些都是为了利用到的多余的泥土 还是利用不了的泥土 就会被运扎车送到城外 而我们之所以是看不到 因为扎土车是不允许白天在城市中心道路上行驶的 只会在晚上工作 并且在晚上工作的时候也会化妆 在开出工地的时候 都会经历一道道洗车的工序 确保车身整洁没有沾附泥土 还有会蓬布整个盖起来 确保泥土不会在运输的途中掉落 不仅不会影响市容市贸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 不会在行驶的道路上 因为掉落物产生路障 从而引发导致发生的车祸等事故 并且就算有轻微洒落的泥土 也会被第二工作的道路清洁车扫走 所以再加上修建地体的时候 会用遮挡物将整个施工区域遮得严严实实 就算我们路过的时候扒开缝隙看 也是看不到整个施工情况的 所以我们也就看不见泥土 究竟是怎么消失不见的了